第六百四十六集 这怎么是破坏经济稳定的 医疗行业不应该是暴力行业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 是时候让利于民 让老百姓享受到实惠了 现在医疗方面的弊端不在少数 是该整治整治了 林承宇道 不负这样说 我就放心了 有你这句话 我就敢放手去做了 叶浩轩笑了笑 林承宇挟了叶浩轩一眼 然后哼了一声道 这世上还有你不敢做的事情 叶浩轩有些尴尬 林承宇知道 他的那些破事情 也知道 他和林宇童之间的感情 还是在为自己的女儿打抱不平 伯父 我还是太年轻了 好多事情做得有些不尽人意 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 让伯父不满意了 还请伯父多多地包涵 叶浩轩打了个马虎眼 林承宇更不悦了 这小子明白自己什么意思 可是他就是故意打马虎眼 他轻了轻嗓子道 嗯 嗯 雨童呢 最近你们联系了没有 联系了 他在国外过得很好 不过有点想家 叶浩轩点点头道 林承宇大怒啊 心想自己的女儿哪里是想家呀 这明明就是想你小子才对呀 他有些不悦地说 想家 也不常往家打电话 哼 让他妈妈和我成天惦记着 呃 叶浩轩无言以对呀 不知道怎么回答林承宇的质问 他只得善善地笑道 呃 国际长途很贵的 说了这句话 叶浩轩自己都感觉太没有说服力 他尴尬地笑了笑道 呃 过些日子 我可能会去美国一趟 到时候我劝劝他 让他回来 唉 能回来最好 没事他跑到国外做什么 没亲没骨的 一个人在外也不知道会不会照顾自己 林承宇叹了一口气 紫行千里最担忧的这就是父母了 现在女儿一个人在国外 不知道过的是什么生活 放心吧伯父 我会好好地劝他的 叶浩轩点点头 那好 他就拜托你了 林承宇犹豫了一下 然后叹道 唉 雨童这孩子好胜心强 如果 你们以后在一起 他的脾气你要多包涵点 叶浩轩不由得一惊啊 心中一丝喜意涌上来 啊 听林承宇的意思 他是不插手自己和林雨童之间的事情啊 这等于说是间接地认可他了 伯父请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地待雨童 不让他受到一点委屈 叶浩轩站起来道 叶浩轩走后 王温慧这才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他有些愤怒地说 你刚才为什么对你小子说那样的话 你不管女儿的幸福了吗 那我问你 如果逼着他找另外一个不喜欢的人 他会幸福吗 不会 林承宇问 王温慧答道 林承宇点点头 然后叹道 唉 那就是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女大不中留啊 与同显在 有判断是非取直的能力 他的终身大事 顺其自然吧 王温慧想再说什么 但是他犹豫再三 还是没有说出来 他只得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从林承宇家里出来 叶浩轩是满心欢喜地拨通了林语彤的电话 半夜三更的 你打电话过来做什么 花童另外一侧传出了林语彤睡意浓浓的语气 不好意思 我忘记了你那边现在是晚上的 说吧 什么事情 这么久了 也不跟本姑娘打电话 联络下感情 你也不怕我被这边的帅哥调走了 林语彤说 你有那么容易被调走的话 就不是林语彤了 叶浩轩笑了笑 那可说不好 万一本姑娘遇上一个忠义的帅哥呢 林语彤从床上坐了起来 靠在枕头上笑道 就算是有忠义的 你确定人家敢要你 你不觉得你不够温柔 太暴力了吗 叶浩轩笑道 混蛋 林语彤大怒 想我了没有 叶浩轩柔声道 想了 林语彤声音一遍 她嘀嘀地说 刚才还在梦到你 等着我 我很快去找你 我听你说这话听了不下十遍了 林语彤说 这次是真的 叶浩轩苦笑啊 她也想早点去美国 把这个女人给哄回来 但是事情太多了 让她无暇分身 忙好你的事情吧 我能等得起 林语彤悠悠地说道 我刚从你家出来 见你爸妈了 你见他们了 我上次打电话 我妈哭了好久 她现在对你的印象 应该不大好 林语彤说 是不大好 从我进门就开始板着脸 叶浩轩苦笑的 啊 那怎么办啊 你这个混蛋 都怪你 本来他们对你印象挺好的 林语彤生气地说 那也不能全怪我呀 话说 你没事的时候 都往家里面打打电话 你爸妈挺惦记你的 也好宣导 我 我怕打电话的时候 听到我妈哭 我也怕自己哭 林语彤情绪低落地说 那就回来 不会 除非你来这里哄我 我开心了就回去 你不来这里的话 我就在这里待一辈子 让你内疚一辈子 林语彤恨狠地说 女人 你够狠 在那里等着我 叶浩轩咬牙切齿地说 我爸有没有说别的 说了 关于他的态度 他什么态度 林语彤的声音陡然一高 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你猜猜 叶浩轩卖起了关子 混蛋 我去卖关子 林语彤怒道 你爸说 你的性子比较好强 以后要我多多包涵 这 真是我爸说的 林语彤情绪有些复杂 是他说的 电话另外一端的林语彤 有些沉默 片刻以后他才说 我爸心疼我 他决定不再插手 我和你的事情了 应该是这样吧 你爸真好 叶浩轩笑道 我想睡了 叶浩轩知道他心里 有些不好受 他安慰道 别难过了 早点休息 嗯 林语彤挂断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叶浩轩微微的一探 他收好了手机 打了一辆车 竟自向清远美颜分布去了 蓝灵灵灵这一次算是下了决心 要随叶浩轩去京城了 他把清远的业务全部交给了一个信得过的助手 一个公司大大小小的业务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理得顺的 现在天色已经晚了 还有一大堆的事情没有交代清楚 见叶浩轩进来 蓝灵灵对助手说 今天先说到这里 明天你来公司 我再把一些注意事想跟你说一下 好的 蓝总 助手点点头跟叶浩轩打了一声招呼 然后就转身离开 好多事情要交代 蓝灵灵揉着发晕的脑袋说 不急 反正我也要在清远待上几天 你慢慢说 叶浩轩伸出手去 在她的肩膀上轻轻地暗揉了几下 蓝灵灵只感觉到肩膀一阵舒适 她舒了一口气道 陪我去看看兰西吧 好 她在清远哪所大学读书呢 我以前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她 我的母校 她今年才读大一 以前是在原成读高中 蓝灵灵说着打开了抽屉 从里面拿出来了一套金装版的血连养颜路 这是干什么 你弟也用这个 叶浩轩诧异地说 哪有 我听说她交了一个女朋友 这是带给她女朋友的礼物 蓝灵灵说 这套金装版的雪莲价格 是普通版的好几倍 而且市面上几乎买不到 以现在雪莲火爆的程度 任何一个女生见到这套化妆品 都会尖叫起来 叶浩轩佩服地说 厉害 但是这套化妆品 对任何女孩子 都有致命的杀伤力吧 我这是在帮我弟找媳妇呢 当然得实行小手段 我弟为人姐姐 现在的女孩子又现实 只有用这个了 蓝灵灵颇有些无奈地说 叶浩轩开着车 向清源大学那边驶去 现在正是傍晚时分 清源大学门口的学生 成双成对地向外走 该看电影的看电影 该约会的约会 在大学的门口 站着一个不到二十的年轻人 她手里拿着一束花 在等着什么人 这就是蓝灵灵的地理 蓝西 她的长相清秀 眉宇之间透着一丝阴气 单从长相来说 确实招女生喜欢 不过她的衣着就比较一般了 这样会让女生对她的印象打折扣的 而正如蓝灵灵所说 她为人比较节俭 尽管家庭条件不错 但是她从来没有张口 向父母要钱 而是利用业余的时间去打工 现在的女生比较现实啊 长得帅又不能当饭吃 手里有钞票 那才是硬道理 终于等到一个长相还算说得过去的女生出现 她和女伴一起说说笑笑地出门 蓝西的眼睛一亮 她向着那名女生招手道 莉莉 看这里 那名叫莉莉的同伴 向蓝西载的方向一指 然后调笑地说 莉莉 你男票在那里等你呢 莉莉一愣 看到了蓝西 看到她穿着几十块钱的汉衫 不由她眉头皱了皱 旁边有个打扮得极其时髦的女生 捏着腔调说 莉莉啊 不是我说你 你长相也不差 怎么就找了这么个结件的男票呢 又是送我花 老套没意思 看我男朋友 上一次一出手 就是上千的香奈儿香水 就是啊 女人得对自己好点 你眼睛可得放亮点啊 现在多金又帅的男人多了去了 另外一名女生也说 这两个人是一唱一和 一会儿就把莉莉心疼的怒火挑了起来 她三步并坐两步 走上前冲着蓝希较量 你怎么又来了 不是说了吗 我今天周末要和朋友一起去逛街吗 我陪你们一起去啊 你看 我是多好的免费淋包工啊 呵呵呵 蓝希笑道 她把手中的花递了上去 送给你 昨天发了一个星期的工资 又是花 你能不能显得有点诚意啊 你看人家玲玲 男朋友出手多阔绰 你一出手就是香奈儿名贵包包的 莉莉有些厌恶地说 蓝希有些尴尬啊 她善善地笑了笑说 呵呵 你不觉得那样太物质了吗 我们之间的感情 不是以物质来衡量的 莉莉瞪着蓝希 然后有些无奈地说 我最佩服你们中文系的男生 没钱 装逼 还能说 你回去吧 我今天没空 花送你 蓝希递上了手中的花 你烦不烦 成天就送这些花花草草的 有意思吗 莉莉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气 她扯过蓝希手中的花丢在地上 还顺便踩了几脚 莉莉 你 你怎么能这样 蓝希瞠目结舌地说 虽然这花不贵啊 但这些都是她自己趁业余的时间 打工赚来的 她感觉这比问父母要钱 买东西送人 有意思多了呀 莉莉践踏的不仅仅是花 还有她的尊严 莉莉 真撕破脸了 这个时候莉莉的两名同伴走了过来 撕破了 蓝希 如果你再这样 我们就分手吧 莉莉厌恶地说 分手 蓝希一个震惊 下意识地说 为什么 因为你不懂浪漫 因为你小气 也因为我想要的你没有 也给不了我 这些理由还不够吗 莉莉怒道 蓝希呀 不是我说你 是个谁还送花 你天天去打零工 连陪莉莉的时间都没有 而且每天周末 准时送上一束花 这都成定律了 一名女生 比喻地说 拜托你 现实点好不好 这些花 积几个钱 是啊 你这条链子 我男票送的 24K纯金的 我认识你这么久了 没见你给莉莉 送过什么好东西 你这种男票 真的有些小气 另外一名女生 也无语地说 别说了 我们走吧 这两个女生越说 莉莉越是感觉到憋屈 多天来的委屈 终于一股脑地涌上头 她已经决定了 以后再也不和 这个穷鬼来往了 莉莉 我 莉莉试图拦下她 你够了 莉莉 我现在正式 跟你提出分手 以后不要再来 缠着我 莉莉终于不耐烦了 为什么 我们这样不好吗 莉莉儒儒地说 不好 我不喜欢 因为你小气 因为你穷 莉莉毫不客气 我穷 兰西有些无语了 好歹家里在县城也算是中上游的水平吧 她穷 哼 怎么 你不穷吗 要不你为什么天天去打零食工 要不你为什么天天送我这些垃圾 莉莉笑道 那是因为 我觉得自己已经有能力养活自己 没有必要靠父母吃饭 我送的东西是不值钱 但这些都是我自己打工赚来的 兰西说 哼 那又怎么样 这样同样改变不了你穷的事实 莉莉冷冷地说 大学还有三年 到时候毕业了怎么办 你依旧这样打零工 养活我吗 钱你有吗 人脉你有吗 背景你有吗 够了 莉莉厌烦地说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送给我什么好东西 上次我生日 还是送了我一个地摊货 莉莉说着 扯下了脖子上的一个浴室 甩到了地上 这块浴室做工粗糙 一看就是几十块钱 在地摊上买来的 那 你想要什么 兰西握着拳头说 我想要名牌包包 我想要奢侈品 你有吗 你买得起吗 成天在外面打零工 一天赚些小钱 你还当自己多有能耐了 莉莉冷笑道 我弟弟赚的钱虽然少 但是他是凭着 自己的双手赚来的 你凭什么看不起他 一辆奥迪车开了过来 蓝莉莉提着一个包包 从车里走了下来 叶浩轩把车停好 一同走了下来 姐 蓝莉看到自己的姐姐过来 当时感觉到满腹的委屈 这是你姐 莉莉有些傻眼了呀 蓝莉莉的车是奥迪新款的 这辆车虽然比不上名车 但是也值个几十万 而且蓝莉莉莉手里提的包包是LV 限量版的包包 但是这个包 至少要值个几万 然后再次双手 再次双手 感谢观看